因為我看起來其實委員也好 大家都有一些害羞疑慮 那這裡面特別大家想到溝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的建議是 我們現在約上主專業小組 來讓有溝通的機會 這樣才可以更進步的溝通的結局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委員覺得方式如何 特別針對對居民的溝通 我覺得是必須要加強 剛剛的所有理解 其他不見得我覺得反對 可是大家對於疑慮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焦慮的 那我覺得我們要加強溝通 那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包含到斷層帶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也必定要都要提清楚 那整個開發的行為到底是不是 整個開發到底是不是整體的 特別是博得這件事情 今天法務局有來嗎 你們又請法務局了嗎 所以要請嗎 請假 因為法務局也沒來 那我想一樣 一併在專業小組這邊都要 充分的說明清楚 那讓整個的了解情況下 那當然對於社會局的社福住宅 那特別對於我想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公民住宅的兩百億到四百之間 那這邊四百的相對條件 有沒有做好整體的分析 日照啊 這種交通啊 這些東西到底充啟如何 我想這個都 可能必須在專業小組裡面 這個更充分的說明 那我的建議就給專業小組 大家應該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大家若沒意見 那我們就組專業小組 那我建議專業小組的招聘人 我們會還專業小組還可以再說明 我想他們會在說明的情況下 我想這個溝通機會 我們是希望能充分達到 比較好溝通 才達到這樣效果 那也希望各個委員都加入專業小組 這四個案子的前提 我是不是有一個請求 因為剛才我們第一個案子 在討論是那個飛機場 那個我們松山機場的一個特區的問題 那牽連到第六個案子 那可不可以容我一分鐘表述完 因為里長的要求 他有公務在身 那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表述完了以後